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情报报告称 塔利班正在喀布尔的检查站排查曾经为美国所领导部队 或者为前阿富汗政府工作过的人的名字 他们也在挨家挨户地寻找这些人的下落 这份机密的威胁评估报告由挪威全球分析中心汇编 报告内容进一步质疑了塔利班声称 他们会在接管之后实施大赦的说法 最近几天 塔利班武装人员 以武力镇压了阿富汗各地爆发的零星抗议活动 本周早些时候令人震惊的画面还显示 武装分子在喀布尔机场外 殴打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子和儿童 尽管该组织早些时候保证 为那些希望并能够逃离的人提供一条安全通道 自从塔利班通过迅速的军事闪电站 夺取了阿富汗政权以来 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一直在寻求逃离祖国 担忧自己会回到该组织的强硬统治之下 一名白宫官员8月20日表示 自上周末以来 美国已经撤离了大约9000人 其中包括一些身处险境的阿富汗人 最新报告称 塔利班一直在首都的检查站 对前往机场的人员进行排查 报告提出 塔利班正在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等 主要城市搜索黑名单上的人 情报人员写道 塔利班正在加强对前政权所有人员 和与其有关联的人的追捕 如果不成功就会锁定并且逮捕这些目标的家庭 并且根据他们自己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惩罚他们 报告称 尤其面临危险的是前阿富汗政府的军队、警察和调查单位的核心职位人员 在美国和北约部队进驻阿富汗的20年期间 帮助他们的阿富汗人也是其打击的目标 最新情报报告的负责人内勒曼在一份电邮中表示 塔利班的目标很可能会遭受酷刑和处决 他表示 这将进一步危及西方情报机构 他们的网络、方法和能力 以应对未来的塔利班、ISIS和其他恐怖主义威胁 在上周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 塔利班试图向全世界展示一种更温和的形象 承诺尊重妇女的权利 并且保证该国公民的安全 但是报道表明 有阿富汗女记者因为性别被剥夺了工作 有记者遭到了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追捕 她的家人也受到了波及 国际特赦组织20日还表示 一项调查发现 塔利班在上个月控制加兹尼省之后 杀害了9名哈扎拉族男子 这引发了人们对该组织武装分子 将残酷镇压阿富汗什叶派少数民族的担忧